4月26日 电影场《空之王》举行上海首映里 导演刘晓世编剧会官 出品人喊喊 主演王一博 王庆祥 江洪波的清零现场 主演王一博在现场分享电影中印象深刻的一幕 直到发现张大队一直保留着他提交的那份建议 他才知道张大队是对他是抱有希望 所以他更加下定的主席要把最好的战绩推出 江洪波感慨能参演这么好的题材是非常可贵的 作为王一博戏中武卿的扮演者 他还表示和王一博对戏时特别有代入感 他的代入感 他的那份内租那份坚韧 给人是那么准 而且我还在感慨就是说作为一个演员来讲 能参加这么好的一个题材 和大家一起创作这么震撼的一个影片 是很难得可贵的 导演在现场也表示 想让更多观众了解到是飞员的伟大 同时也希望是飞员的精力和精神 能让生活在困境与挫折中的人受到鼓舞 电影场空之王将于4月28日全国上映 欢迎走进电影院观看 直接电影院观看 开始 即将 解语 步 突 Привет 超 评